王夫人想跟咱家合伙开纺织作坊,作坊地址由咱家选。 福音,快来,尝尝我做的馄饨。 这时,楚楚背着黑蛋回来,见到福音很是高兴。 楚楚姐,我遇到楚燕了,她让我带点东西给你。 楚燕现在做什么,为何不给我写信? 她不方便,这是她让我给你的。 她再不方便,也该给我报个平安,都好几年了,竟然什么都不说。 哭了一会儿,见背后的黑蛋开始嚎啕,她急忙将她放下来,抱着她喂奶。 福音见楚楚,现在就跟不休蝙蝠的乡间妇人一个样,坐板凳上掀起衣精就奶孩子,不由面皮抽搐。 从楚楚家出来,妞妞一直追在身后,嚎啕大哭。 福音无法,只得牵起她小手,带她一起走。 楚楚整日有忙不完的家务,洗衣做饭乃孩子,还要打理菜园子,黑蛋也必须随身携带,所以就忽略了妞妞。 福音带着妞妞去村外集市逛了逛,如愿瞧见王昭帝。 她与大姐王婉合伙开一个食摊,卖炸糖糕与猪肉炖。 福音,快来,尝尝我做的馄饨。 福音牵着妞妞走过去,在小桌旁坐下。 馄饨好了。 生意还好吧? 当然,我与大姐一天能挣五百钱呢。 若是三六九逢级,我们一天可以挣两罐。 你爷爷奶奶同意你们一直做买卖? 她不同意能咋地? 哼,我们可没少贴补家里。 爹在县城读书的开销越来越多,也不知她都用哪里去了。 福音,你跟我说说,在县学读书,一月到底要花多少钱? 不清楚。 你弟弟吉安不也在县学读书吗?怎么会不清楚? 哦,你说吉安呢,她花不了多少钱,一月五百文都花不完。 呵,我就说吧,她带那个女人去县城,就不是读书的。 一个月就用去十两,咱们好不容易挣点钱,尽给她女人买胭脂水粉了。 阿张,不要胡说八道。 我胡说什么了?福音又不是外人。 我弟弟从来不用家里拿钱读书,她是领扇生,每月能领到四罐,外加米粮与蔬菜,还能领到猪肉羊肉呢。 从集市回来,妞妞也紧跟着一起,一提送她回家就哭。 福音无奈,只得将她带回家。 给她换洗干净,然后教她认字,数数。 妞妞很聪明,不一会儿就学会。 到了晚上,妞妞依然不肯回家,还躲到被窝里不肯出来。 福音无奈,只得妥协,就是担心小娃娃会尿床。 哪只妞妞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,自己爬下床去外头小姐,十分省心。 就这么,妞妞成了福音的小尾巴,走哪儿跟哪儿。 这天,福音带着她与温叔去集市闲逛。 小姨,小乌龟。 这是什么龟? 金钱龟。 怎么卖? 小的二十文,大的五十文。 福音也没还价,将四只小乌龟全卖了下来。 妞妞要与乌龟玩? 这个给你先拿着,不许戳她脑袋,会咬人。 嗯。 福音,你买的什么? 福音转头一看,原来是卫战的亲娘王夫人。 王夫人? 正好你与温叔都在,今儿就去我家用个饭。 你还没去过我家新宅子吧? 我在王城村那边盖了个院子,刚收拾妥当。 好。 于是,福音与温叔带着妞妞去王夫人家做客。 原先我听七郎说这里极好,还以为他胡说,没想到真的如同世外桃源一般,我竟不想走了。 咱们这里确实极好,我师父来了后也不走了。 周大师不仅不走,还琢磨要在此地建个无常道观,偏偏族长与族老都很赞同。 还说要让全村人共同出资,村口再立个功德牌坊。 今日一早,师父便带着大师兄去外头选址去了。 呵呵,我瞧你家还开了纺织作坊,为何不将它做下去? 这可是个极好的营生,做得好,能富裕一方百姓呢。 可我家棉花有限,村里人也各自有纺车,他们的棉花基本留自家用了,而且一直经营作坊的话,我娘她一人也忙不过来。 为何不顾人帮忙呢? 有你爹的村政身份在,一定有大把人才来投靠。 福音真没想过要顾人,因为自己每年能挣很多钱,根本不想操心这种事。 我知道,你家怕纺织作坊会影响到吉安的仕途,不若这样,你信我的话,我们两家共同出资精淡作坊,所得利润五五分。 到时候,我派人来管理,你家只需提供一个作坊地址即可,如何? 我回去跟爹娘说说。 在王夫人家吃完饭,福音领着妞妞与温叔告辞回家。 王夫人想跟咱家合伙开纺织作坊,作坊地址由咱家选,她派人来管理,收购棉花与布匹销路全部用咱家操心,爹,娘,你们怎么看? 嗯,如果她家诚心合作,也不是不行。 我瞧王夫人是诚心的,因为魏战还得在此地上学呢。 美牙剑不用自己操心去经营,松口气。 唉,她实在不喜欢跟那么多人打交道,每天还得调解支娘们的吵嘴打架,真的很心累。 既然如此,我明日便去看看哪个地方适合盖作坊。 嗯,将作坊见到离家远一些。 不然,每回都遇到一两个搔手弄姿的,被妻子瞧见又要起居宇,实在闹心。 于是,吉星赵家与王夫人合作,在村外的吉市一侧圈了一块地,请人建作坊。 建房的钱由吉家出,但房屋样式都是王夫人一手敲定。 转眼过年了,年初二从外婆家回来后,福音从家中出来,带着两弟弟去二伯家看望二伯娘与她的小宝宝。 没错,燕如生了,是个女儿,已经两个多月,长得非常可爱。 但她很紧张这个孩子,不知怎么带她才好。 福音每日都要去瞧一遍,顺便安抚一下燕如焦虑的情绪。 二伯娘,我来了。 吉安吉康也跟进来,探头瞧小宝宝。 福音抱起小妹妹,逗逗她,就见小婴儿咧嘴笑了。 借她可闹腾了,不肯吃奶还哭个没完,刚刚才消停。 二伯娘,赶紧给她换衣裳,里头都湿了。 燕如有些慌,转身拿来河上山,解开强保,给她换衣裳。 二伯娘,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把她强保解了,穿一件单衣睡被窝里就行,炕也不能烧得太热,你瞧她嘴巴都干脱皮了,给她喂点温水喝吧。 好,以后你去我家水井打水吃,小妹妹一天至少要喂两次水。 她家的水井里被她注入池水与瞳孔泉,不仅人吃了不生病,浇菜原子菜都长得健康茂盛。 好,以后我让你二伯去你家担水。 福音看完小妹妹,又带着小弟弟回家。 年初五,一大家人正吃着饭,狄狮风风火火跑来进来。 福音,王昭帝被她后娘给砍伤了,你快去瞧瞧吧。 砍哪儿了? 这里,脑袋,王昭帝的脑袋上。 福音回屋拎起药箱,跟着狄狮往外跑。 忽然一个少女跑来,看到福音就哭起来。 福音,快去救我妹妹吧,她快不行了。 刚看过小侄女,就听狄狮带来个惊天大瓜。 不好了,你家媳妇摔伤了。 福音没有迟疑,快跑到了王家。 她是第一次踏进王老头家,心里还有点不自在。 王昭帝躺在床上,头上胡乱包着帕子,帕子已经被鲜血染红。 福音小心揭开棉布帕,就见那是一道长长口子,足有一纸长。 快去准备一些热水,再将炕烧起来。 王昭帝因湿血过多,已经半昏迷,全身冷得像冰,连五菱汁都喂不进去,必须用热水给她灌下去。 过了一会儿,炕渐渐暖和,王昭帝咬紧的牙关也松下来,终于喝下五菱汁活成的水。 福音这才用烈酒给她清理脑袋上的伤口,敷咬包扎。 王昭姐妹妹似乎没事了,脸色也渐渐恢复,不像之前那样蜡黄。 多谢福音救命。 回头去我家取药,此后慢慢调养就行。 一共多少银钱? 十两。 王昭二话没说,当福音的面从墙角挪开一块砖,自里头取出十两银钉,塞在她手中。 她死了吗?你们一个个的动我干啥?若不是她以下犯上,我会砍她。 猪贼。 你打我?你竟然打我?我跟你拼了?老东西,我要杀了你全家。 婆父,住手。 秀才公园来居内啊,若我家婆娘敢拿刀砍孩子,老子立刻羞了她,还跟她那么多废话? 就是。 哎,美娇娘嘛,谁能舍得打一下? 众人轰笑了,墙角落,一双阴狠眼神死死钉向楚渊。 因为气氛,她小小的身形微微颤抖,牙齿咯咯打着颤。 二贵,带她回屋去,别在外头丢人现眼。 众人见没有热闹可瞧,很快陆续散了。 王婉跟着福音回去,取了药,回家监主之后,为妹妹喝下。 期间,她一直没留意弟弟续宝去了哪里。 楚渊闹江剑无人理会她,收拾一个包袱,一路嚎啕往村外去。 楚渊出了村,就有点后悔,但她抹不开脸面再回去,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。 昨日刚从娘家回来,这会儿再回去,父亲肯定会说我。 正忧愁着,一抬头,就看见续宝背着手站在她面前。 小野仲,吓了老娘一跳,是不是你那死鬼爹让你来的? 续宝点点头。 哼,你回去告诉她,若不跪着请求我原谅,我就跟她合理。 话音未落,楚渊觉得脸上一痛,下意识用手护住脸。 救命! 续宝退后几步,厌恶得望眼跪倒在地的女人,转身飞快跑了。 等有村民听到叫喊声过来探寻,就见楚渊满头满脸都是血,已经晕倒在路边。 不好了,你家媳妇摔伤了,脑袋都磕破了,快去瞧瞧吧。 王老太一听这话,转身回屋,再也不露头。 王老头无奈,只得去叫二儿子与三儿子,让他们到坡下看看怎么回事。 于是,楚渊被人抬了回来。 王二贵见妻子伤得不轻,连忙吩咐王婉去请福音过来。 王婉答应一声,慢慢往极家去,走到半途又转回来。 从造房拿了一个包子慢慢吃着,转去吴四婆婆家。 吴四公的医术比福音好多了,我便去请了四公。 王二贵见大女儿敢忤逆自己,很是生气。 但人请来了,不好当人面斥责,只能忍下。 但到底在脸上挂了几分,阴沉着脸请浩四叔给楚渊瞧伤。 哼,狗眼看人低。 吴四心里冷笑,慢条丝里的给楚渊瞧伤口。 楚渊很快醒来,嚎啕大哭。 狗杂种伤我,狗杂种伤我。 王二贵冷冷瞧着他那张黑乎乎的脸,满眼都是嫌恶。 王二贵,你纵子行凶,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 那个小崽子,我要杀他。 够了,若敢胡言乱语,信不信我现在就休了你。 你休,你休。 王婉坐在妹妹床前,静静听着外头动静,嘴角挂起一抹笑。 记住,你什么都不能承认,不管谁问你,你就说一直跟姐姐在屋里,哪也没去。 旭宝点点头,小小身体却在不停颤抖。 她砍伤继母后,也很害怕,便跑回家告诉了大姐。 大姐不仅没骂她,还让她别怕。 你已经上学堂了,做事要思量清楚,万一透露出一个字,以后再不能参加科考。 知道了。 再说福音,刚看过小侄女,就听狄师带来个惊天大瓜。 那个楚渊被人削了鼻子耳朵,在家又哭又闹,被王家给关起来了。 嘿嘿,那个死女人,当初将大哥脑袋砸破,现在总算现实爆了。 燕汝还不清楚此事,但她也没好意思问。 从二伯家出来,福音就瞧见妞妞站在自家门路,委屈巴拉地四下张望。 看见福音,迈着小短腿,飞快跑来。 小姨,小姨抱,小姨抱不动,走,回家。 转眼过了正月,王昭帝的脑袋已经好转,基本没有留下疤痕。 楚渊的脸却彻底毁了。 她整个人都有点疯癫,每天又哭又笑,还追着王昭帝与续宝报答。 王昭帝不胜其烦,花了十两银子在集市上盖了两间茅草屋,带着大姐与弟弟搬了进去。 二月二,龙抬头,春雨细细蜜蜜下着。 福音正在屋里,叫妞妞认字,呼听有人跑进院子。 三哥,三哥,不好了,麻衣快打到这边了。 什么打到这边? 李正派人来通知的,让咱们提前打算,镇子上的人已经快跑光了。 多少人? 说是有好几千的,沿着官道过来的,各个凶残无比,见人就杀。 三哥,咱们该怎么办? 吉星赵拧眉,正思索,呼听一道声音传来。 让全乡所有青壮男兵都集合起来,你让人去通知各村村政,让他们将村民都集中到此处。 好,你叫几个人去通知周围村子,让他们都到集子村来。 要是他们不肯来呢? 告诉他们,不来的话,生死由命。 陈音音一声,转身跑进云木。 陈音沉思片刻,一手抓住妞妞,试着将他带进洞府,结果没有成功。 这回真的肯定,洞府除了自家五口,一个都进不去。 到了第二天,喊打喊杀传来。 陈音想出去看看,结果被美押爆得紧紧,一步也走不了。 这次守卫战,幸亏有周大师指挥,逐一消灭大金士兵。 转眼两个月过去。 京城那边传来消息,皇帝让裴天师做法,请天兵天将击退敌寇,结果不仅天兵天将没请来,还将蛮夷放进城。 皇帝皇后与皇室宗室成员,某些高官及家眷,全部被蛮夷掳走了。 紧接着,大王在蜀地登基,改国号为周。 与此同时,福音脑海那本书忽然有了异动。 大周元年三月,皇帝迁都渝州,同年四月,荆州失守。 五月,卢州失守。 福音一击灵,立刻找出纸笔,将这段记下,然后送给师父周无常。 周无常接过小徒弟送来的补卦,看了一会儿,没说什么。 只是他与大徒弟第二天便告辞走了,也没说去哪里。 三月底,吉家又开始办喜事。 妮师已经十七岁,要出嫁了。